这个礼拜我们再介绍一个个案 那么这个个案是一个刹车组件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个个案跟我们在这之前所讨论过的那两个个案的不同在于 第一个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之前解释过什么叫做static的一个quality characteristics 一个静态的一个特性静态的品质特性和动态的品质特性 所谓动态的指的是品质特性的理想词它不是一个定值 而是随着某一个变数随着某一个因子而改变的 在我们的特例里面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将会介绍一个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品质特性它的理想值不是一个定值 而是随着某一个因子来改变的 这个叫做一个动态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在这之前我们所介绍的都是制程的设计 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产品的设计 我想不管是填口方法 不管是我们应用在制程的设计或者产品的设计 事实上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再改善产品的品质 那么要改善产品的品质你可以从两方面左手 你可以从产品的设计参数去调整 你也可以从制程的设计参数 制程参数去调整 那么当然理论上你可以两个同时并进 就是说在同一个实验里面包括了制程参数跟产品设计参数 但是通常实物上那种情形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我们通常一直是去调整制程的参数 或者是去调整产品设计的参数 谢谢大家